张博之是娱乐圈标准的大美人,而且是极少数没有整过容的纯天然美女,但他却说过,在这个世上,我只承认离子比我美,尤其看出离子有多美,自从离子出道后,他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, 弟弟的上学费用都是由他供应,好在弟弟理应争气,在香港医学院毕业后,就开设了皮肤护理中心,建立了美容院,正当姐弟俩的事业都红红火火之时,弟弟发生严重车祸,离子一边要照顾伤众的弟弟,一边还要打理他的美容院,分身乏术,加善经济的压力,以及劳累,让离子一度精神崩溃, 感到无力又无助,下在这时马亭强出现了,他不仅帮他照顾离英,还提供经济上帮助,近日离子在微博晒出几张照,可是脸上看起来怪怪的,下巴太尖,脸部可能打了多尿酸,看起来浮肿,很不自然,真是整惨了,没以前好看了,让离子非常感动,芳心大动,从而结下情境之好。